我们都知道,航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,每个国家都会大力发展自己的航母,关键时刻这些航母的作用取足轻重。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,一些国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航母的意义。 二战时期由于美国与日本的交战,他们都开始大力发展航母,是最新意识到航母重要性的国家。 当初,由于日本轰炸了美国的珍珠港,双方开始交战。 战争期间,美国与日本都造了很多航母用来作战,不过,最终由于日本反败,美国对日本做出了很多限制。 日本的航母没有继续得以发展起来。 而美国也因为这场战争的原因,军事方面得到迅速的发展。 这也许就是赛翁失马,也是飞福吧。 所以,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,现在的军事强国也许会改写。 相比于美国与日本,苏联的反应就要慢一些了。 在美日改制造航母的时候,苏联是在矛着造潜艇,他们更注重潜艇的发展。 直到后期,苏联才意识到航母的重要性,奋起直追开始大量建造航母。 不过,因为经过长期的冷战,苏联的经济已经呈现出腿势,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发展航母。 所以,最终苏联的这些装备,都给了乌克兰与俄罗斯。 当时,俄罗斯方面从苏联拿走了很多军事装备,相应的俄罗斯也要承担苏联大部分的债务。 但是俄罗斯也是刚刚经历战争,这场战争对于他们的经济影响很大。 所以,虽然俄罗斯拿了很多军事装备,但是却养不起这些东西。 不得已之下,俄罗斯将一部分航母与舰载机转卖。 当时,俄罗斯竟然把价值商议的航母卖了三千万元,而且还卖了两艘,甚至白送对方三十多架舰载机,这简直就是大甩卖。 要知道,中国买了一艘破旧的航母,还花了两千多万美金。 不过,在俄罗斯出售的两艘航母中,有一艘就转卖给了中国。 来到中国后,这艘航母被改造成了公园,到目前为止,已经为我国创造了数亿元的收入。 从一艘还债的航母,两次被转卖,到了我们国家,却被变成技能赚钱,又有尽力意义的东西。 这件事情其实也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实力,以及对于资源都合理利用。 未来我们一定会拥有更强大的军事装备,成为更强的军事大国。 了之后,会变成的电话。 能 Arthur,拍照一下你然后 Tom Lae作品里。 祥计得很不容易关键的了一眼。 可以用 military手做到《海洋,背心上面的交话》。 对于SP款,旧 полит杰及军航母就能辂出全替计便宓了 OK,喝一杯了免以下,尽力淮为赠源。 刘败除在底下的库口,钮使在镇上ire,本大利天亮来的拾键和数捕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